三个症状是老了还是严重疾病的提示信号 专家带来的治病紧囊为何说会吓人一跳 现场大型互动演示如何迈过糖尿病肾病中最难过的那道坎 简单好喝的代茶饮轻松帮您清干明目酱汁润肠 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各位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卫视为您播出的养生堂节目 我是陈赛 您看各位叔叔阿姨人半岁是年龄的增长 上了岁数之后难免有点什么头疼脑热腰酸腿疼 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不就是一个自然衰老的症状吗 可是往往有一些疾病的起事症状 也隐藏在自然衰老的症状当中 这些症状对于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而言 这些症状当然是特别的重要 尤其是对于有糖尿病的病友而言 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危害性极大 可是往往我们发现的时候为时已晚 在现场我们就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 问了一下现场15位叔叔阿姨 当你觉得自己身上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 你会选择到医院去就诊呢 谁有这个血糖偏高的情况 来 这叔阿姨请举手 您看还真不少 阿姨 这个给您 这个给您 写在这个体板上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看看永智征集的结果 您看有各种各样的症状 我把这些症状贴在体板上 一会让专家一目了然 好 谢谢几位阿姨 叔叔 怎么样 还真没少征集 你看 都什么情况 答案各不相同 我贴上大家瞧瞧 好 我觉得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 也可以一一对照地看一下 这些症状您身上有吗 您会觉得这些症状是一些 严重疾病的警示吗 比方说有水肿 走不了路 口渴 没劲 头晕目眩 浑身乏力 多汗 眼睛分泌物多模糊 伤口难愈合 有虚汗 我觉得统一能看出什么 阿姨们对自己的健康 是有关注的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病例故事 这位叔叔身上发生的 三大典型的症状 并不在这其中 可是这些症状出现之后 叔叔却患上了非常严重的疾病 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先看看 叔叔身上的症状好不好 好 叔叔身上主要出现的三大症状 是这三个大的问号 能看看吗 得看看 得看看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叔叔当时身上出现的症状 是疲乏无力 事物不清 血压升高 很多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 都会觉得疲乏无力 这是正常的 肯定会衰退嘛 事物不清有可能是老花眼了 对呀 这太正常了 谁到了岁数 这眼睛不花一点 对不对 尤其是这个血压升高 这高血压的人群是广泛存在 你要没这仨症状 你都不好意思跟人说你上最后了 但是我跟你说 就是在发生了这三大症状 之后引发的这个后果 是大大出乎我们所料的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上 伤叔叔的老伴刘阿姨 掌声欢迎你 阿姨 我想问一下 您为什么推了一个 这个空轮椅上来的 对呀 就是有 特别有意义 就是我们以前准备好这轮椅 我们老伴就是在02年的时候 他说是糖尿病 大家伙都开始都没在乎 后来就出现了 刚才体板那三个症状 也没在乎 原来他上班 正常上班 在家里呢 什么做饭 洗衣服 看孩子 基本上家伙都是他干 勤快人 对 都是他干 后来到了12年的时候 他是病发症 是最烈的时候 半病最烈的时候 就是天天躺在床上 什么活也干不了了 然后我们带他出去呢 还得坐着轮椅 那个他销售特别快 销售了有二三十斤左右吧 后来什么活干不了了 我们这不得不就是内退了 内退在家了 我们那个女婿也辞职了看孩子 当时我们去而全家都一片 就是特别压抑 心情极度的疲惫 出去都得带上轮椅 已经走不了路了是吗 特别没劲儿 不愿意走了 走不了路 干不了活 家人已经预备好这个轮椅了 而且家人为了照顾叔叔 就已经放弃自己的工作 对 随时了 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 来照顾这位叔叔 那像现在这叔叔里什么样呢 大家一方面可能特别好奇 说伤叔叔现在是什么样 因为这个轮椅是空的 是 另外一方面大家可能就在想了 说到底伤叔叔出现这些 非典型的症状 看似是衰老的症状之后 他患的到底是什么病呢 就是关键这些症状太平常了 这我们父辈母辈都有着症状啊 是啊 我们必须得弄清楚 上叔叔患上的 到底是哪些疾病 我们才能知道 如何能够做到一个早预测 早诊断 早治疗 然后在前前期 就把这个病程给他阻断住 是不是 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 今天做客 养生堂的权威专家 首届齐皇学者 国家级明老中医 中日友好医院身内科的主人医师 李平 李老师掌声欢迎 李老师好 你好 李老师你好 咱们中间请 好的 滴滴卤花香飘万家 中国高端食用油 引领者卤花倡导消费者 少吃油 吃香的油 再次掌声欢迎李老师 李老师好 你好 李老师您说您来就来呗 还不空着手 也就你眼睫 你看看 你看见啥了 带个宝贝来 是啊 这个宝贝不一般 打开以后可能会吓大家一跳 吓大家一跳是什么意思 什么宝贝能吓大家一跳 我想看看 那我们给你看看 来 我看看 你是替大家探秘来的 对 我替大家看看 李老师带的宝贝肯定很重要 这个宝贝还能吓一跳 至于的吗 给大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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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真是吓一跳 这鬼子怎么回事啊 他这个鬼子啊 跟伤叔叔这个病有关 跟我们的他治疗这个病 有很大的关系 也就是这个鬼子 不是你理解的封建迷信 看把你吓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点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 可以跟我一起拿着手机 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点击关注我们 养生糖的微信公众号 输入关键词糖提前获取答案 我觉得在揭秘之前 咱们一步一步地说吧 行 大家都特别好奇的是 伤叔叔他到底患的是什么病 当时的这个诊断结果 是怎么样的 李老师 伤叔叔呢 他患的是二型糖尿病 发展到糖尿病肾病 已经到了四期 也就是临床大量蛋白尿期 24小时尿蛋白有两克多 一般的来讲 我们知道根据这个 现在有人统计过 在这个阶段呢 他的疾病进展是非常迅速的 那么每年肾小球的滤过滤 要下降六到十个单位 这是什么概念 这个概念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病人 在五到十年内 就会出现了中末期肾病 尿毒症 哦 所以呢 这个糖尿病肾病 临床大量蛋白尿 它的疾病进展的速度 是其他慢性肾脏病的14倍 逆转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呢 一般来讲呢 不到10%的人 才会可能出现逆转 哇 所以我们听上去就是 桑叔叔 本身患的可能是一个 大家身边都有人患的糖尿病 然后出现的是一些 非典型性的 类似衰老的症状 结果患上的是特别可怕的 糖尿病肾病 病程进展极快 而想要治好糖尿病肾病 只能靠鬼 不是的 不是啊 只能靠鬼背后的我们中医的方法 但是刚才李老师的描述 我们感觉比方说肾衰啊 透析啊 然后患肾啊 好像这些都已经在路上 等着桑叔叔了 那到底现在桑叔叔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桑叔叔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现场 接下来掌声请上桑叔叔 好 好 好 害怕吗 那怕得不得了呢 这 我就怕 他家的孩子 老婆 没我了也怎么办呢 对 有道理 这是一个男人该思考的问题 毕竟是家里的顶梁柱 万一自己真倒去了 这家里该谁说 老婆还年轻不是 嗯 主要叔叔当时可能已经遇见到了 最可怕的结果 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幸运地遇到了余医生 不是上下都挺舒服 刘儿还没做饭买菜 都是我现在 嗯 又恢复到家里最勤快的人了 以前都干不了了 我看最高兴的应该是刘阿姨 我们家的活儿啊 一般的家务活儿基本都是他 买菜做饭洗衣服看孩子 基本上都是他 嗯 而且他做饭也特别好 我们家大厨 孩子也爱吃他做的饭 嗯 所以他又不那什么了呢 我们就是买点外卖啊 嗯 我简单凑凑凑啊就这样 嗯 所以我都特别郁郁 他现在呢 好了呢我们家都受益 嗯 而且现在他女孩子旅游 他儿子在他去听相声上 天津听相声北京听相声 然后旅游就上山东 微海哪都去 嗯 现在天天早起 四点多起床六弯 六弯回来买菜做饭 嗯 反正他一身体好了 我就心情也好了 我就很大的负担我就没有了 他这吃中药他还不怕 吃中药一天三顿 就坚持吃 吃得好吃呢 遵义 坚持吃得有三四年 就每天不辣 后来呢就是一年呢 吃那么半年 现在呢吃几个月 一个月 俩月 每年就这样 反正那药越吃越少 一年越来越好 我没说到现在他就 我就拿好人使他呢现在 拿好人使 叔叔从什么都做不了 然后全家特别沮丧 到今天你看阿姨也说了 当个好人使 还给家里做饭 是的 一切恢复正常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一会儿我们听专家老师详解 接下来咱们把掌声 送给中国好男人 桑叔叔好不好 好嘞 送给桑叔叔啊 谢谢 同样送上我们精美的奖品一份 叔叔阿姨 鲁花为您送健康了 鲁花高油酸 花生油油酸高 抗氧化青春派健康油 叔叔回家做好饭 祝您越吃越年轻 谢谢 谢谢 李老师 刚才我们第一是 特别为桑叔叔感到庆幸 因为他现在状态特别好 可是我们也听了 前面桑叔叔的情况 基本上全家人忧心忡忡 这人感觉 马上可能就要失去他了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治的 治疗桑叔叔这个病呢 它确实到了糖尿病肾病的 临床显性大量蛋白尿基 我们呢是按照中西医结合 西医呢采取降压降糖降脂 那么从中医的角度呢 疏肝健脾补肾活血沥水 所以这样的一个辩证论治的治疗 所以他的病呢也渐渐的好起来 而且呢特别是他的心情 比过去愉悦了 不像以前似的精神负担很重 对 会担心有可能呢 会这个跟全家人告别 但是大家可能就在想了 说糖尿病的病人特别多 糖肾发生的这个概率高吗 它的危害性大吗 非常大 就是糖尿病肾病呢 我们知道现在呢 中国有一个多亿的糖尿病患者 而且这一个多亿糖尿病患者 大概有将近40%的人 他呢会发生糖尿病肾病 所以糖尿病肾病呢 它的这个会出现 首先表现的是微量白蛋白尿 但是逐渐的会出现 临床大量的蛋白尿 肾功能异常 所以在这个时候 它肾功能异常的发展 一旦出现临床大量蛋白尿 它的进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跟其他的肾脏病比起来 它是普通的其他肾脏病 进展速度的14倍 14倍 那我们可以理解为 比方说糖尿病肾病 一旦出现了大量的蛋白尿 就等于这个人站在了悬崖 在断崖点上 马上就是一个断崖式的下滑 是的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 其实呢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一定要把控 尽量的不要进入这个阶段 我们说这个阶段 应该是它疾病的一个转折点 也是一个疾病的上升的一个门槛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得仔细地研究研究 说糖尿病肾病的这道坎 它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它叫一道坎 对 它有没有可能逆转呢 对 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 我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呢 糖尿病肾病呢是分作三期的 就是一个呢是指的早期 那么早期糖尿病肾病的病人呢 它一般的呢这个表现 从中医病肌来讲是阴虚燥热 那么逐渐地会出现气阴的不足 那么病人呢它有干湿疏泻 肾气不顾 这时候就有精微物质的下流 就会出现一个微量的白蛋白尿 那么在这个阶段 如果我们呢积极地治疗 就有可能阻断疾病的进展 但是一旦出现了临床险性蛋白尿 什么叫临床险性蛋白尿呢 就是我们24小时尿蛋白定量 超过了0.5克 尿常规检查看见了有蛋白加号了 这时候就叫临床险性蛋白尿 到了这个阶段 它的进展就非常的迅速 所以这个阶段呢 从中医辩证是一个气阴两须加瘀 其实糖尿病病发症 它就是个血管病 所以它都是瘀血 会贯穿在疾病的始终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它可能不积极地治疗 不及时地就会逐渐地下滑 刚才我们讲了进展速度非常快 所以阴损疾病 它会出现气血阴阳气水 出现尿毒症 所以这时候我们知道到这个阶段 到了晚期 那么尿毒症期 其实再用药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现在呢 你看全球 由于慢性肾脏病 导致透析的患者 现在每年的以5%的速度 在急速地增长 而糖尿病肾病 它就是向欧美 日本等发达国家 导致透析的守卫原因 我们国家现在像北京啊 上海啊 这些大城市里 也逐渐地糖尿病 成为透析的守卫原因 明白 所以治疗糖尿病肾病 是我们面临着的一个严峻的挑战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一下糖尿病肾病 比方说中医看来 它可能是分三个阶段的 对 早 中 晚 而我们认为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 就是这个中期 是的 糖尿病肾病 我们一般地认为它有两大特征 第一大特征呢 就是早期是隐匿起病 知晓率低 那么它的这个治疗率也低 这个病人呢 就容易发生一些问题 明白 所以要说这个糖尿的两大 极为讨厌的特点 第一是它的早期啊 就是我们能最好控制的阶段 隐匿性极强 我们意识不到问题的存在 然后第二是它的危害性极大 一旦开始了这个进程 就像一个快速的火车 有点拽不住它 所以认识它的一些 早早期的症状就显得尤为关键 对 比方说商叔叔出现的这个 疲乏无力 事物模糊 血压升高 这都是典型的一些 早期的症状吗 是的 那么就是早期的疲乏无力 其实特别容易被老年人忽视 因为有的人都觉得我上了年纪 那么本来可能血糖高 就会出现疲乏无力 所以这样呢 一般的来讲认为可能是劳累 休息休息就好了 所以一般不去 因为疲乏无力来看病 对的 另外还有事物模糊 有人说了随着年龄增长 眼睛就花了 其实呢我们知道 糖尿病肾病 是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 还有一个微血管并发症 就是糖尿病的眼底病变 所以往往糖尿病肾病 和糖尿病眼病是病发的 大概呢 我们知道有70%的糖尿病肾病的人 都伴随着糖尿病的眼底病变 所以这时候有的病人 他可能会出现事物模糊 甚至眼前出现黑影 严重的还有视力的丧失 所以一旦出现糖网 糖尿病的眼病 马上要排查的就是糖尿病 的肾病 要有这个意识 是的 这个高血压的身高 这个好像感觉距离有点远 对啊 这不应该沿缝血糖吗 实际上血压身高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确实有的病人有高血压 是吧 有病人说我这个家族性的高血压 对 那个呢 逐渐的会引起肾病 这时候叫高血压肾病 那么高血压肾病呢 往往来讲呢 它疾病进展比较慢 而且呢 用降压药呢 治疗呢 控制起来呢 比较容易 而有一种病 它是由于肾病 而导致的高血压 叫肾性高血压 嗯 那么糖尿病肾损伤 它就会导致这个血压的增高 嗯 这时候的高血压 它往往的用降压药效果不好 而且肾脏我们知道 它在高压的状态下 会导致高灌注高滤过 大量的蛋白尿丢失 那么肾功能严重的丧失 所以如果是用降压药 那么不能够很好控制的高血压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警惕 要查一查 有可能肾功能再急剧的恶化 明白了 所以无端而起的疲乏无力 这个是不正常的 对 一旦有了糖网 要筛查糖肾 我们要有这个意识 难以控制的高血压 它往往也是我们所说的 糖肾早期的典型症状 就看似平常的症状 其实都和我们糖尿病 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 除了这三大比较典型的 糖肾早期的症状之外 我们看到题板上 还有四个小问号 所以应该还有一些 典型的提示 我先问问现场的叔叔阿姨 您觉得 糖肾还有哪些症状提示呀 睡眠不好 还有个饮食不佳 走路呢 有点就像采棉花 到底阿姨所说的这些症状 是不是糖肾的一些典型症状呢 稍后我们让李老师揭晓 感谢阿姨的参与 送上我们精美的奖品一份 我们为阿姨送上的是 养生糖独家战略合作伙伴 泰克尔育品高方 提供的丘梨高 现在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电话 即可免费获取育品高方一份 每天100个免费的名额 千万不要错过 育品高方做中国人自己的 养生佳品 阿姨 感谢您的参与 祝您健康 谢谢 谢谢 李老师 所以刚才阿姨的答案是对的吗 我给答下来吧 最正确的答案 应该是有腰疼 水肿 头晕 然后出现蛋白尿 首先一点我们讲一讲腰疼 是吧 因为我们中医认为腰为肾之福 所以这个糖肾的病人 往往他会出现的腰酸 所以有时候病人说了 哎呀 我上台阶 我都感觉腰酸 腰背疼 所以这个腰疼的症状是糖肾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症状 另外一个水肿 水肿我们知道因为糖肾的病人 它往往有的病人会下肢出现浮肿 也有的病人眼瞼一些疏松的部位 头晕是这样的 刚才阿姨也提到头晕 是吧 脚像采棉花似的 那么它往往的和血压高不正常 可能有直接的关系 另外蛋白尿大家知道 刚才我们讲了糖肾的病人 只要到了三期就有微量的白蛋白尿 那么到了四期有临床大量蛋白尿 所以看到尿里有泡沫 有一些细小的泡沫 持续不容易消退 那么这都是提示我们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抓紧去及时的到医院就医 明白 比方说我一旦发生了以上的这些症状的话 我需要做的是什么 去医院检查什么 通常来讲一型糖尿病 那么在五年以上 那么二型糖尿病只要发现了 每年就应该查一下尿的微量白蛋白 那么检查一下肾功能 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当然有的病人也应该查一查眼底 我们刚才说到了糖尿病肾病 往往和糖尿病的眼底的改变是并发的 所以对于一型糖尿病的患者而言 我们患病五年以上 糖尘的筛查一定要进行 然后对于二型的而言 一旦确诊糖尘的筛查就要每年进行了 对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伤叔叔 那么严重的一个糖尘的情况 实现了病情上的一个逆转 是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是跟我们中医 对于糖尘的认识是有关系的 所以接下来咱们结合互动 详细地了解一下中医 对这个疾病的认识 我看这个声势挺浩大呀 到底咱们中医是如何认识 这个糖尿病肾病的呢 李老师 就是您把我们旅行团都请过来了 看什么呀 那么多人 对对对 我们今天呢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展示呢 来解释我们中医治疗糖尿病肾病的 一个病基的理论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红绿灯呢 就像代表着我们的肝脏肝主输屑 所以红绿灯呢在这儿呢 它是一个输屑的功能 另外呢我们看到了 这儿有阿姨五个人 那么他们呢代表的是我们中医的脾 他们拿的拉杆香也好 拿的背包也好 都是像做一个带的一个精微物质 因为我们中医的脾呢主蕴化 它主蕴化水骨精微 被称作人体的后天之本 肝脏的正常输屑功能 可以保证脾的运化正常 那么另外我们这儿还有个银行 这个银行代表的是我们中医的肾脏 肾呢中医讲藏经为先天之本 所以呢先天跟后天呢又互相滋养 就是说呢我们知道先天可以保证 后天呢水骨精微的运行通常 后天呢产生的精微物质又会补充到先天 所以呢这个银行里就像我们的钱 他们拉着拉杆香背包里是吧 都装的钱一样 就是水骨精微就代表那钱了 对 所以这样的是一个形象的比喻 通过这样我们来讲一讲我们 糖尿病肾病的发病机制 好 下面呢我们就要进行表演了 你们两个外人是不是不要打热 我们是外人 我们不影响你们的正常别转 你站草坪上也行 站草坪上也别站我们这个主道上 交伙伴来旅游的到我这来来来来 往前走一走卖一卖了啊 烧一烧啊 来来来来来 都到我这来来 咱往肝道上溜达溜达啊 来来来 哎呦 别走了别走了 这不红灯亮了吗 红灯 红灯停 红灯亮了 咱们别动啊 这个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这要都不走 咱就堵在这儿了 观众代表的皮韵化手中 代表精微物质的行李箱 在人体经络中运行 一旦负责输卸功能的肝 出了状况 红绿灯失调 路口的行人就很容易堵塞 时间久了 这些精微物质不韵化 就会形成痰和瘀 专家认为 这是糖尿病肾病最核心的病基 我看看这灯啊 来 看这灯 哎 这回行了 来吧 那个从肾脏出发的小伙伴们 出发吧 好不好 来来来 顺着走 顺着走 叔叔 看您挺好的 最近都挺好 生活挺无益 我跟您说 咱在这儿就是什么呢 咱在这儿就是高兴 咱们就是生活里美满 是吧 没事你就多看杨叶堂 是吧 杨叶堂那小吃多可爱啊 对不对 咱就在这儿待会儿 老师你快别白活了 这怎么还白活 这叔叔都卡这儿了 对啊 这一看这个肝脏 这功能输泄的就不行啊 这得优化这个肝脏输泄的功能啊 叔叔你等着我 马上优化一下啊 我优化咱就疏通了啊 稍等我一下啊 你拿什么优化啊 你看 这不就来了吗 各位好 叔叔 看您在绿灯这儿 绿到不少困难 那咱们呢 这个为了让这个道路畅通 咱们赶紧出发 好不好 叔叔我插上您走 好 出发 好 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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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就把叔叔送丢了 那什么叫送丢了呀 好 那几位阿姨都表演完了 我们这个表演就结束了 那既然你都表演完了 咱们先把掌声送给阿姨们 先让阿姨们休息一下 真棒了 谢谢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们 阿姨请稍稍地休息 我们刚才看明白了 就是比方说 这个肝输卸功能好的时候 这个红绿灯 绿灯一亮 是吧 大家都溜得起来 运转自由 肝脏本身呢 它有输卸调畅全身的气机 气血水 而且呢 可以疏离三胶 我们知道三胶上中下人体的 整个的气机通畅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交通井然有序 那么我们的人体的气机运行 也是这样 那么当肝脏呢 输卸功能出了问题 其实呢 肝木呢 它本身有反克皮土的作用 所以呢 这时候呢 皮呢 就会呢 出现了一些问题了 那么它呢 你看到 皮的韵化出问题了 那么刚才拉的拉杆箱 里头的那些水骨精微 也少了 我们的钱呢 到银行存的就少了 银行里头也会出问题 而且我们知道肝是藏血 肾藏精 两个精血互生 同居下脚 所以这个时候呢 肝脏的输卸功能 不仅把我们的后天之本 补充给先天的物质少了 而且它也影响到肾脏本身的病变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红绿灯 这个交通枢纽 也是我们人体气血精液运行的枢纽 所以这个比喻呢 也就是在讲我们人体中医的气血调畅的一个关键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了 红灯变成绿灯 这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通过了疏干的方法 那么就把它疏通了 这时候呢 红灯就变绿灯了 但是我们看到比方说变成绿灯之后 有一些阿姨们顺利地通过了 对 有一个叔叔跟永智在这儿聊起来了 他还是通不过去 所以永智换了一身衣服 又优化了一下这个交通的功能 然后叔叔才能畅快地溜达起来了 是啊 我们知道肝脏 刚才讲了肝主书屑 肝体阴而用阳 所以肝阴不足 肝血淤质 仍然会出问题 所以光疏干 我们还要注意柔干 所以我们通过滋补肝阴的方法 所以呢 起到了一个柔干的作用 所以就像刚才永智这交通血管源一样 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交通呢 给它疏通开了 明白 所以你看肝主书屑的这个功能 出现问题在不同的阶段 我们给出的是不一样的方法 对 有梳干的方法 有柔干的方法 柔干 对应的应该是哪些经验方 和具体的指导办法呢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 你要是心急的话 拿着手机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点击关注我们养生糖的微信公众号 输入关键字 糖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 所以肝主书屑的这个功能 是特别重要的 李老师 但是我们看到 比方说刚才永智她在演示的时候 这个书屑功能很容易遇到问题 就会亮起红灯 是什么影响了肝的输血功能 这个肝脏它本身 有叫喜调达而勿抑郁 所以她的输血功能 往往跟抑郁有关 精神情质 郁闷 是吧 特别是我们现在 我们说糖尿病 又叫生活习惯病 所以她的情质不输 往往另外这时候都会伤肝 中医叫郁怒伤肝 所以有人说脾气暴躁 说你这个人怎么肝火旺啊 是吧 往往都和肝于气质有关 包括刚才我们讲的 沙先生她这个病呢 一开始也是由于工作压力大 经常加班 所以呢她就心情那有点郁闷 那么慢慢的逐渐的得了糖尿病 那么得了糖尿病没有重视 在07年就出现了肾脏的损伤 所以肾脏损伤以后 逐渐的在加重 也和她的精神情质的有关系 但是通过治疗 可以通过疏干的方法 那么通过揉干的方法 再加上我们看到 她有一个非常和谐温暖的家 心情愉悦 所以她的病就会逐渐的好起来 所以这个精神情质 肝气的不舒 对我们糖尿病 以至于糖尿病 并发症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明白 所以其实肝脏书泻尤为需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的情质问题 刚才看完了那个演示的过程 我们就在想了依据不同的阶段 我们有疏干的方法 有揉干的方法 这个具体的经验方和解决的办法 是什么呢 李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这个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个 益气疏干活血沥水的方子 那我们看到方子里有柴壶 这个柴壶它本身就是一个入肝胆经的 所以它可以疏散余热 它还有疏干礼器生羊局限的作用 那么当归也是一个入肝经入心脾经的 所以它是一个羊血活血 那么它被称作血中之圣药 所以我们知道肝藏血 所以它也能够起到一定的疏干礼器的作用 那么还有黄芪 黄芪是一个补气的药 是我们治疗肾病非常常用 糖尿病肾病呢 那么很多专家用的最多的就是黄芪 那么它呢有这个补益体肺之气 而且有沥水消肿 排浓止疼的作用 水质呢也是一个入肝经的药 水质这个药呢大家都知道活血消症 它是个虫类药 它活血的作用力度更大 所以呢常常水质配黄芪啊 黄芪配当归啊 柴湖配黄芪等等 所以这几个药就起到了一个 疏干液气活血沥水 治疗糖尿病肾病的 早期微量白蛋白尿 我们经常用这样的方子 我们疏干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 红绿灯一样 我们是为了使红绿灯通畅了 出现亮了的绿灯 但是呢在绿灯的情况下 我们还看到有人还不走 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考虑采用揉干的方法 所以进阶阶段我们应该了解的 就是这个揉干的办法了 这个揉干具体 什么样的经验方呢 又有哪些具体的解决办法呢 我就想到了 李老师上台的时候 戴的那个锦囊了 对 有个鬼的那个 锦囊里有一个字 是鬼 您现在看我们条案上 这个锦囊旁边有一宝 就跟这个鬼有关系 所以这个揉干具体的办法是什么 这个鬼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那这么着咱问问观众朋友吧 现场哪位叔叔阿姨知道啊 鬼啊 鬼就是一种病呗 鬼是一种病 鬼不是解决办法吗 解决办法 以病攻病 以毒攻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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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不就好了吗 你吃这补药吧 吃这补药吧 吃这补药就能够 那黄旗什么的 符灵 能把这肾气这个往上提了 我解释是那意思 哦 那为什么叫鬼呢 鬼又不是到了那个坎了 阿姨认真听了 对 这又有一坎了 买不就回来 又去见鬼没关了就 但我觉得阿姨说这个思路对 我觉得阿姨这思路也对 阿姨觉得这个鬼啊 代表的就是这道坎 你要是迈不过去 可能就见鬼了 所以这个解决的方案 是一个避鬼的方案 得吃补药 也是有点道理的 阿姨您这答案对不对 咱们一会儿听李老师怎么说 好不好 好 感谢您的参与 送上我们精美的奖品一份 是阿姨 鲁花为您送健康了 鲁花高油酸化生油 油酸高抗氧化青春派健康油 阿姨我们祝您越吃越年轻啊 谢谢 谢谢 这个阿姨啊 是从这个唐慎 然后想到了一道坎儿 想到了见鬼和避鬼的问题 想到了补药的问题 到底阿姨的这个答案对不对呢 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调案区 有两个锦囊 其实这两个锦囊的秘密 就在饱和当中 勇志为我们一探究竟吧 这是两位药啊 您别说阿姨啊至少猜对了一半 阿姨说的是补药 我们看到的是两位药 这个星王琪应该是很熟悉 就是我们常在以待 治疗肾病的中药 这个药呢它是一个苦微寒的药 这个药确实呢 它也建于神农本草经 在它的属于中品 那么这个药呢它有这个清热解毒啊 有活血止血 那么还有呢杀虫的作用 所以呢但是近代我们发现呢 它呢治疗蛋白尿有很好的疗效 因为这鬼剑语呢 属于胃毛科的植物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个药叫雷公疼 雷公疼呢在免疫抑制方面呢 就是已经作用最明确的中药之一 那么它跟这个也是胃毛科 跟鬼剑语属于同一个科数 我们也常常用雷公疼来治疗 糖尿病肾病的蛋白尿 但是呢雷公疼有一些负反应 所以有的病人蛋白尿降低了 但是血浆总蛋白白蛋白也跟着降低了 它抑制了肝脏蛋白的合成 有毒副反应 而鬼剑语这个药呢 它往往的呢这个负反应很小 它治疗呢又能减少蛋白尿 刚才我们也看到大屏幕上 鬼剑语和黄芪配物 黄芪也是神农本草精上的一味中药 它是在上脾 它是补气的 它可以呢补一脾肺之气 我们刚才讲到还可以沥水消肿 所以这两个药呢配合起来 一个呢是蟹的 有活血化瘀的作用 刚才我们讲到了 瘀血贯穿于糖尿病肾病的始终 那么再一个呢补气 所以呢这样两个药相互配合 补药呢不滋腻 而且呢蟹药呢也不至于呢 给人体带来伤害 所以寒温病用 两药在治病上相得一招 鬼剑语加黄芪是特别好的一个寒温肌剂的组合 但是作为我们柔肝的这个经验方 当然只有两个药是不是太少了 是的我们这里边还有其他的药 应该是有七味药组成 那么我们这个方字叫唐肾方 唐肾方里头呢我们看到了 有鬼剑与黄芪 另外还有生地 生地呢也有呢滋阴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柔肝是吧 它滋补肝肾肾肾同源 这一个一方字里 我们一共呢有这个五味药都是入肝精的 那么其中鬼剑语生地山足于三七熟大黄 我们知道呢中医有句话叫酒病入落 糖尿病时间久了 发展到糖尿病的并发症 那么它都有淤血阻落的表现 所以在这里头呢念有三七也是起到的活血的作用 但是光靠活血不行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要有益气滋阴 那么柔肝就是通过滋补肝肾之阴 来达到柔肝的作用呢 像生地山竹鱼 这样都是滋阴的药 所以配合起来呢是一个治疗糖尿病肾病 那么四七临床险性蛋白尿一个很好的方子 这个方子呢它的产生呢应该是我们在继承明老中医经验 治疗糖尿病肾病的经验 我的老师石振生老先生 石老呢是我们国内的中医界的一代宗师 那么他在这个治疗糖尿病肾病 治疗慢性肾脏病上非常的有建树 那么在业界呢也享有很高的威望 但是老先生呢在98年就离开我们了 所以我们在总结老先生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着近几年来的研究成果 组成了这样一个治疗糖尿病肾病的方样 那李老我想问一下 比方说伤叔叔身上出现的那种危急的病情 也是依靠这个方子实现病情的逆转的吗 对 我们实际上是以这种方子为基础方来加减 所以我们说糖肾是个特别坏的家伙 但是大夫是因为他的病程一旦开始 像一个快速的列车很难控 这道坎就是中期 但是即便如此危急的情况之下 我们中医也有方子 就是我们的这个糖肾方肝肾同条 可以实现我们病情的一个逆转 缓解和控制 这个是我们的信心所在 但是也正如李老所说的 这个是一人一方的 我们是要找大夫的 在家里面我们糖友们 或者是已经用糖肾的患者自我调理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也是有的 有一杯非常好的代茶饮 今天呢我们也是有 另外一位专家老师 带着这一杯代茶饮来到了现场 有一杯非常好的代茶饮 今天呢我们也是有 另外一位专家老师 带着这一杯代茶饮来到了现场 让咱们掌声请上 我们黎主任的学术传承人 终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的大夫 吴希艾吴老师 掌声欢迎吴老师 吴老师 吴老师我帮您拿着吧 快沉着 是 来 这些叔叔阿姨们都尝一尝 来 给您 我也尝一尝 到底主任带来这宝贝是什么 您刚才喝了这感觉怎么样 还行 还行 有点酸 有菊花 有这个枸杞 酸渣 对不对呢 咱回到现场问问主任 我们送上的是 养生堂独家战略合作伙伴 泰开尔育品高方提供的秋梨膏 现在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电话 即可免费获取育品高方一份 每天100个免费的名额 千万不要错过 育品高方做中国人自己的养生佳品 感谢您的参与 祝您健康 这些答案都是对的吗 吴老师 其实这里面主要有三味药 刚才叔叔说对了两位 里面有菊花 有山楂 其中呢还有一匹药叫草绝明 这三味药呢 都是入肝精的 其中菊花 具有清肝明目的作用 然后山楂具有消食降脂 活血化瘀的作用 草绝明也有清肝明目的作用 同时它还有润肠通便的作用 那么这三个药联合使用呢 就具有降血压降血脂 减少尿蛋白的作用 那比方说这个 适宜的是什么样的人群呢 它相对来说 适合合并有高血压 高血脂 脂肪肝 冠心病的糖尿病生病患者 尤其对形体比较胖 然后大便比较干 蛇胎黄膩的患者呢 会效果更好 您就说适合我就完了 有高血压的 是吧 然后有糖尿病的 然后可能肾功能也受到一定损害的 这个是合适的 什么样的人是不合适的 相对来说呢 脾胃虚寒的 容易谱泻的病人 那么就是不太适合用这个带茶饮的 日常在家里面 我们直接冲泡就可以吗 对 直接冲水喝就可以 但是如果泡水的话 绝敏子需要打碎一下 效果会更好 还有什么需要嘱咐大家的吗 吴老师 就是除此之外呢 糖尿病生病的患者 生活上也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尤其是饮食 我们中医说这个五胃入五脏 咸是入肾的 所以慢性肾病的患者 这个盐一定要控制住 因为国际上现在来说 一般正常人每天食盐摄入 需要五克左右就够了 那么如果有水肿 又有高血压的肾病患者 这个盐一天吃三克就够了 但是我们中国人 平均每天摄入的盐 大概在十克甚至更高 三倍都多了 对 放盐少了 味道不够 我们可以加一点点醋来调味 可能味道就比较好了 是的 有一种方法 是我来一点醋呢 然后就会减少我对咸度的依赖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咱们用酱油来替代盐 然后我尝到同等咸度的时候 其实酱油的这个含烟量 是要稍微低一些的 对 在饮食上 如何能够满足我们的口感 又能吃得健康 这里面的窍门到底是什么 这个窍门就在我们今天的 养生厨房里 然后进入到鲁花养生厨房 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谢谢 谢谢二位老师 养生厨房给大家带来了 系列节目 《跟着古籍巧度下》 想问问张老师 那我们古籍里是怎么记载的 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吃 看看你粉草纲目怎么说的 说是春时凉夏时 问号以养阳 夏天比较热 大家都不能贪凉 所以我觉得应该吃一点温热的 夏时寒 夏时寒 这个还真是没想到 没想到 这夏天天气热 所以我们的阳气就比较偏抗 阴气偏低一点 我们吃一些寒性的食物 它能够帮助我们的阳气打下来 能把我们这个阴给补起来 改变这对阳气的耗损 从而达到了养阳的目的 那我们夏天的时候 选择哪些寒粮的食物呢 而且有一个问题 您看老年人的这个脾胃 都不是很好 对 那我们在吃这些寒粮的东西的时候 怎么能够保证 养生而不伤身呢 我今天给带了一个 中老年平常非常喜欢喝的 小吊梨汤 因为梨我们都偏凉 偏寒 生经 只渴 有些人平时老干咳 而且咳的都 嗓子都疼那种 夏天我们知道老出汗 对不对 汗多就伤阴 伤阴就干咳的会更厉害 这种人在夏天 就特别适合这个小吊梨汤 这个小吊梨汤 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在家里都试过 但是会遇到一个问题 因为里面用到银耳 但是怎么样 这个银耳就是煮半天呢 就觉得这个银耳很稀 不粘稠 很稀 不粘稠 不烂 不烂 先说这个银耳 它是一个主要的食材 怎么把银耳能够快速地出焦 而且熬出来又香又浓又丝滑 这里面是有诀窍的 那电视机前呢 您可以现在拿起手机 来扫描一下二维码 关注养生厨房的微信公众号 在最下方的空白处搜索 关键词干壳 就可以了解小吊梨汤的配方 和制作方法了 另外呢 在之前我们养生厨房当中呢 也提到了 同样也是用这个梨 制作了一个梨乳膏 可以缓解虚渴的问题 那也可以拿起手机 来扫描一下二维码 在最下方的空白处搜索 关键词虚渴 就可以获得梨乳膏的制作视频了 银耳是一种菌类 它有一种土熊味 那么怎么把那个土熊味去掉 是关键 一定要冷水浸泡 浸泡完了以后呢 我们给它清洗 加入淀粉 用淀粉的吸附性呢 把银耳那些泥沙 还有那种土熊味呢 给它带走 那我们等一下说 第一 那你用冷水 我用热水行不行 第一 第二呢 你用淀粉 我用面粉行不行 你看这两个就是我们家里边 常存在的问题 对 是不是都会被忽略掉了 用热水泡的话呢 温度太高 你容易把银耳当中的焦性给它 泡没了 对呀 你要说用面粉来做的话呢 面粉是怎么样的 它有筋度的 不好清洗 你看用淀粉清洗完以后呢 这银耳呢 比刚才白多了 超凉多了 没错 现在看这个银耳特别白净 我们家里边在做小吊梨汤的时候 以为这样的就完事了 直接熬去了 但是呢 我们往往忽略一个步骤 只有这个步骤掌握好了 才能把小吊梨汤熬得又香又浓又滑 有什么方法呀 你能猜到吗 我还真不知道 放入蒸锅 蒸15分钟 干蒸 干蒸以后 它的焦性就渗出来了 再放入汤中以后呢 很快速的鱼汤就溶解了 这也真是的 原来咱们这个银耳 还需要在泡发之后蒸制一下 蒸制15分钟的时间 才能够出现那种浓浓的焦质感 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熬制小的梨汤了 我们平常都会直接把糖加进去 但是在古方熬小吊梨汤的时候呢 不会 它会加糖油 那糖油到底怎么熬 还能够熬出糖的香味 还有糖的颜色 我们一会再说 那贾老师刚才提到了 今天要给大家原汁原味的 来还原这个古法制作小吊梨汤的方法 那大家是不是很有兴趣呢 您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 关注养生厨房的微信公众号 在最下方的空白处搜索 关键词两个字干壳 就可以获得小吊梨汤的配方 以及制作方法 另外呢 在之前我们养生厨房当中呢 也提到了 同样也是用这个梨 制作了一个梨乳膏 可以缓解虚渴的问题 那也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 在最下方的空白处搜索 关键词虚渴就可以获得梨乳膏的制作视频了 好 那我们银耳此时此刻呢 已经蒸够15分钟了 我们看一下 就是你摸上去以后呢 还感觉到表皮是黏黏的 它的焦性呢 已经通过我们蒸汽慢慢地渗透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把银耳取出来 好 感觉非常的蓬松 这个银耳的质感呢 是黏黏的 落落的 好 那咱们接下来就开始 要炖煮这个小调梨汤了 没错 那么你看水已经熬开了 这个时候呢 把我们切好的雪花梨大几片 放进去 把我们银耳也倒进去 我们放几块化煤 放入陈皮 陈皮呢 黏住越长越好 对 小火慢慢地熬至45分钟 我们这边呢 下面该做什么呢 就是拭目以待的熬糖油了 熬糖油不是加油 就是把糖 糖水熬到我们家里的常用 食用色拉油那种状态就可以了 对 这肯定很想救 这也是增加稠度的一个关键 因为糖油本身有稠度 你再加到这里面以后呢 你想想 再裹上我们的婴儿 更加地怎么样 丝滑了 好 我们给它搅一下 再熬25分钟 想问问张老师 您今天跟我们说 这夏天呢 应该适当吃一点寒凉的食物 对 那我们怎么吃这寒凉的食物 能够养生而不伤身呢 寒性食物确实有点伤脾胃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第一 通过改变这烹调方法 比如这梨吧 咱们就可以煮熟了吃 别生着吃 你看比如夏天 这种良性的食材呢 比我们这些蔬菜 大部分都是偏良性的 咱们现在吃的瓜类 香瓜 西瓜 梨 什么百合 鼻季都偏凉 所以呢 如果脾胃不好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少吃点 拿西瓜几粒吧 就我们这一个手 这一牙西瓜 一牙到两牙西瓜 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料 而且以什么为标准呢 你吃完之后啊 不拉肚子 肚子不疼 就是一个最根本的 一个判定的方法 明白了 所以说呢 改变这个烹调方法 就可以帮助我们 在夏天的时候吃一些寒凉的东西 又养生又不伤身 所以贾老师 刚才您说到了 还要给我们带来一道 这个不一样的西葫芦饼 对 而且吃一点这个西葫芦呢 西葫芦也算寒凉的这个食物 对 也符合我们这叫 下吃寒这个主题 所以贾老师通过这个烹调方法的改变 凉着吃变成了热着吃呢 就可以对我们的身体呢 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影响 踏上丝 把我们这个西葫芦 然后呢 来点盐 十三香 五香粉都可以 嗯 其实呢往往呢 我们在家里边制作的时候 尤其是我母亲 她做的时候有一个毛病 就是把西葫芦 愿意把那个水攥干了 对对对 其实不要的 西葫芦里边的汤汁 加上面粉 一融合在一起 这才原汁原味 还不浪费 对 这个跟老北京的胡摊子 有什么区别呢 对 我们要比老北京的胡摊子 要稍微稠一点点 非常的均匀 对 放锅以后呢 我们稍微地来一点点油 好 我们今天使用的是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这个花生油呢 是物理压榨的花生油 所以呢 只需要放一点点 就足够的浓香啊 其实家里边 没有这个模具怎么办呢 洋葱 你把洋葱圈 洋葱圈 对 洋葱圈 还香呢 家里边的 你一定要切记了 先把火关上 要完的话呢 本来我们做的就比较慢 你这个放好了 那个没放好 这边都糊了 全放进去以后呢 也不用加盖 我们自然地给它煎至2到3分钟 给它翻个面 再煎至2分半钟左右 就可以出锅了 那今天呢 我们给您带了两道 垂涎欲滴的美食 一道菜呢 是小吊梨汤 能够帮助我们止咳 另外一个呢 就是非常清清爽爽的 西葫芦蛋饼 通过改变了烹调的方式呢 让它们吃起来呢 对我们的脾胃 并不是有那么大的一个刺激 帮助我们巧妙地度过夏天 谢谢大家